我现在就到了14-115英尺的海拔 哈喽大家好,我是金金,我是Jason 今天我们要去全美最高峰之一的Pikes Peak派克风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吧 走吧,泰泰 走吧 派克风是科州最受欢迎的山峰 位于丹佛南边的Colorado Springs科泉市 车程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这里全年开放 不过从5月到10月是热门季节 需要提前预约 我们现在到Castle Rock了 看就是那块大树 超美正前方就是大雪山 大家来派克风有两件事情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个就是你上山之前 一定一定要把你的车的油加满 因为派克风它的垂直海拔非常大 如果你油真的不够用的话 你到山顶是没有办法下来的 第二件事是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外套放在车上 就算像现在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 但是派克风的山顶依旧会下满雪 而且非常的冷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两点 我们现在到了Springs的空军学校 看那边有一架飞机 我们现在到了高速公路边的一个观景点 在这里可以看到空军学校 而且在这里你看都能看到 这里都是无人机进飞的 在这里飞无人机直接就击毙了 沥雪山真的越来越近了 我们现在到了Colorado Springs 科泉市 Pikes Peak派克风就在科泉市的西边 好了 现在我们几乎就到了这个派克风的山脚下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错 去加油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God of Gods众神花园 这个旅游景点也是来科州必去的一个景点之一 在去往Pikes Peak的路上呢 我们刚刚路过了Garden of the Gods Mondichu Springs 还有Cave of the Winds Mountain Park 这些都是Colorado Springs的著名景点 我们可以之后带大家一一去玩一玩 我们现在要进门啦 买票 应该是一个人10块钱 大多数美国的公园都是按车手费 但是这个地方是按人头手费 但是狗头应该不算钱 那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吃到全美国最高的甜点圈 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 一个全程近飞区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无人机的就不要想要在这里飞了 啊刚刚售标处的工作人跟我说 下山的时候一定要开到low gear 什么是low gear呢 就是要用低档位 就是自动挡的车就掰到最低的档位 就是用高摩擦力往下走 要不然会非常危险 因为它这个垂直落差真的非常大 我们移进来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张地图 从这张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 完整的从山下到山上的一个路线图 从最低点 这里是有一个标号是1 然后会走234567901112 但是一直走到20 就是我们的山顶 山顶的海拔是14115英尺 现在是第四个点 它每一个点上都会画一个动物的造型 这个点是凯游艇 胶囊 我们现在到了Pax Peak的第六个停靠点 也就是Crystal Creek Reservoir 这里的海拔高度大约是9160ft 我们刚刚路过的第十个点 也就正式进入了这座山的中海拔地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自然风景 就已经变成有雪和松树为主了 我们的小灰正在努力爬坡中 海拔高度已经11000英尺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一碗众山项的高度了 哇塞 哇塞 看那边有划野雪的 有人拿着雪板就来这种地方 然后划下去 太野了 这是他们划过的雪道 看它们从什么地方划下来 哇太酷了太酷了 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在往天上开了 我们现在刚刚过了第14号点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正式跨过了Timber Line 然后进入了高海拔地区 也就是高山区Alpine Zone 从这条线以上呢 树木就很难生长了 但是呢这里的风景真的是超级震撼 带大家看一下 哇塞 大家有看到那些雪上有一些雪痕吗 那就是那些划野雪的人划出来的 真的是太厉害了 哇塞这个路边的积雪 现在已经比我们的小灰还要高了 和奶油蛋糕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13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了 然后刚才在山路转上来的时候 我的耳朵已经开始就是有那种 高温反变 感觉对对对 好像被蒙住了一样 然后我就要不停地做这种 沿着山路上来呢 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停车点 可以让游客把车停下来拍照 也是让车休息一下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下去看一下 这个山下的风景来拍拍照片 走吧 现在呢已经是即将要到5月份了 然后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温度 现在只有30华氏度左右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穿上了羽绒服 山下呢现在大概有60华氏度 所以我们上到这样的高度呢 温度大概降了30华氏度左右 所以真的很冷 大家一定要戴上外套哦 我们刚才在拍这个风景的时候 竟然非常幸运地碰到了几个 backcountry ski的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 大家如果自己能力不够的话 千万不要去尝试 这个雪道又 它不叫雪道了 这个山它又抖上面也全都是石头 你必须一边滑一边躲石头 它的雪的厚度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 如果摔一下真的就摔下去了 登上派克风的山顶 不只有开车一种选择 坐小火车上山也是被很多游客所喜爱的方式 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现在我们到了 Pikes Peak的游客中心 Winsor Center 一进这个地方就闻到了甜甜圈的味道 这里游客中心呢 有一个必吃的东西 就是这里的甜甜圈 这个甜甜圈呢 是全美最高的甜甜圈 海拔最高的 让我们一块去尝一下吧 对 走 吃播时间到 这个甜甜圈是肉桂味的 它上面是那个肉桂的那种肉桂口味的糖霜 口感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软 我还买了一个汉堡 看上去非常普通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尝起来也非常普通 这个游客中心里面还是非常暖和的 在外面虽然刮着风非常非常冷 但是在这个游客中心里面 还是可以吃冰棍的 我们刚刚回到车上了 这个山顶常年都是这个温度 所以要想上来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戴外套 一定要戴上外套 而且因为这边海拔非常高 我们走两步就会非常非常传 如果容易有心肺功能不是很好的 朋友们 或者容易有高原反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戴上那个氧气瓶 准备回家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派克风之旅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加留言哟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好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